而福聯盟最新的調查指出 面對霸凌 有超過四成家長 得知孩子的遭遇 卻沒有特別處理 校園霸凌旅旅 月上新聞版面 父母們看到難免擔心孩子受害 而福聯盟針對家中 就讀一到九年級孩子的家長 進行網路線上調查 百分之三十九點八的家長 表示孩子曾有被霸凌經驗 一年內曾被霸凌的有百分之二十三點六 對照去年五到八年級學生調查 以及教育部統計數據 家長反映霸凌的比率偏高 教育部表示近三年 校園霸凌通報件數都在五六百件 確認成案是一百四十五到一百六十九 為了避免黑數 有反霸凌專線與網站 不管是誰只要發現疑似霸凌案 可透過不同管道通報 但父母知道孩子被霸凌的反應又是如何 調查顯示超過四成家長沒特別處理 真的處理了去理論要孩子忍讓或責怪到孩子身上 正好是孩子最不希望的反應 想要解決 所以他太快跳入了解決問題的方式 但是沒有照顧到孩子的心情 防治校園霸凌除了靠學校 家長也很重要 兒福指出若能在最早期發現孩子在人際的衝突紛爭 陪伴解決問題可避免後面衍生的霸凌問題 記者林小惠沈志明 台北報導 記者林小惠沈志明 台北報導